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康江苏 欢迎收看六位赛六礼拜设南岛新闻 由南岛市公司基盘的欢乐派对下来多多 赛六这天是在影响社区基盘白马档以及金贵比赛 虽然今年因为天气的影响 金贵参赛所両业业业都没意见的好 不过这现场也是来到某某的面穿 都是高社区担来精彩表演 气温胜党的脑子 参赛的阿嬷 临近保住肉账 不但要比较多 平行可以看外观来拍婚索 是有很多阿嬷 感到最多金贵 不过也很猪瓶 我这这样中贵 还有国小区大家的联系很好的 感到不要出来这样参加 感到第一次金贵很高兴 今天我出来比赛白账 这个市长给我们做比赛就很好啦 不过我们很坚定的心中都蹦蹦蹦 我们到市公所 特别高丽 并贾座 已经天班五六当 金贵参赛的影响社区 再度回合办理 在外当现场 都要有社区把巴掌的比赛 以及金贵的青棠比赛 要特别选择了这条金贵水多 希望能带到金贵参赛的面穿 实际我们到市的第十六散 金贵参赛已经凤五六年 到今年才开始发展市长 我们来办看看怎么看得起来 我去办 今年办大比赛的重点 第一我们的富庶就是说 我们的军党的途赛来促进 我们的幸福起来 给我们的住民观看得起来 也做了一个金贵的称重比赛 那么也有配合我们的 今天的端午节呢 我们办了一个包粽子的比赛 所以我们这些社区 大家看到这些妈妈们 包得非常的开心 那么我们的金贵呢 因为最近这几天 大家知道流水流到很多 所以很多的金贵都爆开爆裂开 所以我在想真的是 农民是靠天吃饭 那么当然那个重量不如预期 而且这个来比赛也不如预期 但是我们希望今天都是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山上有哪些农特产品 环露派对下来的活动 在六月四合的预期四点 庆祝的渭南导官提供专出发 进行采购的活动 欢迎所有民众 情供产物到老列 接下来就算中部都